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 中国早就表明态度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枪奉陪到底 中美贸易战持续延烧 两个国家你来我往 除了中国出口企业受到影响 就连在美中都有投资的公司 也遭到打击 节目上要中美不要当竞争者 而是一起合作 他是创新工厂创办人李开复 这几年致力于AI发展 203年开始在美国矽谷 投资新创企业 但他却传出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决定撤美转中 看中美国基础科技 当初才选矽谷投资 但根据外媒报道 创新工厂在矽谷的负责人 早就已经离职好几个月 将暂停在美国的投资 对此李开复没有回应 专家这样分析 对外来说是宣称所谓的贸易之战 那当然在对内 美国国内的氛围 会把它升为成为 是一种排华的经济战 那么才会说要从矽谷 把优秀的华裔的人士 去带回到中国 李开复开了第一枪 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 中国企业在美国寸步难行 要上演中资矽谷大逃杀 恐怕只是实践的问题 参顺主引您方向 众友报道